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 英国等地 有东西要记就来感受中华找BuyShip Truly有机万活市集是一间生活百货实体点 我们位于万感市中心 我们代理的产品都是对于用家、社会、大自然有益处的 这些都是我们经过自己亲自试过才介绍给大家的 Truly Healthy已经搬了新屋了 我们现在就在万感广场Unit 32 阔落了 适合你的东西更加多 不停继续为你健康加油 还有Mitsissauga物市1675The Chase Unit 24B Be Healthy Truly Healthy HELLO 又回到逢星期六晚的Oxie Hong Kong 今晚有我Jane 还有我们的大寶 还有我们Jordan 你们好 各位听众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Jane 上星期我和Jordan在节目中说了 选举近了 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延续上星期的话题 上星期澳洲的情报机关ASIO 出了一份报告 9日的时候说瓦解了一个外国政府 透过非法资助澳洲候选人 企图干预选举这个图谋被瓦解了 我们今个星期还有很多后续 Jane 是不是 是啊 这个星期都几乎汁 尤其在国会坎培拉那里 Question Time 就是什么 见来见往 简直是日日新鲜日日见 搞到连ASIO 我们的情报组织的阿头 白吉斯都要上澳洲广播公司的 时事评论节目中 要受访 要澄清之类之类 他其中一件事 白吉斯他澄清的一件事 就是说瓦解了一个这样的图谋 其实他也有说的 一个外国政府企图干预选举 其实就是外国势力去资助澳洲议员的候选人 然后他去参与选举 企图去拿他的计划 其实白吉斯都说这些外国干预 其实潮野两大阵营 这些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或者在野的工党 其实都会有机会受到外国干预 所以其实白吉斯很煞有介事 就说他们的国家安全情报公司 和他自己本身和手客不关心政治 这些员工就算冒着身份危险 都是要势死去保护澳洲人和澳洲的国家安全 那么有介事 接着那些人就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这些不同的解读 这个时间大选近了突然出了ACIO 的确是有很多联想的 尤其之后也有传媒爆了 他其实说那件事 其实就涉及了工党那边的一些候选人 那么在这个Question Times的时候 有人在上议院里面去质询的时候 质询这位ACIO的主观的时候 工党里面有一个议员 其实就特意在一个问题上问 这个干预澳洲大选的一个附庸的名字 是不是周扎荣的 这个ACIO主观当时是不肯答 是还是不是的 是还是不是的 总之有个外国势力 话说回头周扎荣 虽然有个中文名 但是他是拿着澳洲护照的 也是澳洲的房地产开发商 最好笑的就是 ASIO的老闆 所以白吉斯就不可自否 就是你们不要猜了 但是另一边商周扎荣博士 杀有介事 就是澄清说 不是没有这样的 就是我否认这个说法 就是毫无根据 和很魯莽 喂 Jordan 你懂不懂周扎荣 你可能在这个坤士兰省 可能不太知道他有什么搞作 我刚刚就看了一看他的背景资料 原来他组织就是散头 他70年代就移居香港 对了 80年代就来到澳洲 然后他在广州、广东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房地产投资 之后他来到澳洲 就有不同的业务 包括中文的传媒 澳洲新快报 还有其他有不同的捐款 好像捐款给雪梨的大学 还有雪梨的科技大学 都是有以他为名的一些建筑物 是的 我去过雪梨大学的周扎荣博物馆 雪梨大学历史悠久 就是百多年历史 都有好像一般的西方大学那样 也有收了很多些 又不可以说真禽异兽的珍宝 然后就放在博物馆里面 这个就是息枝兴建 然后重新翻新了整个博物馆 就是重新产了起过 然后就以周扎荣博士 命名的博物馆 我去过的 楼高是四层 有顶楼 顶楼那一层就是有很多澳洲原住民的一些珍贵物物 然后中间就有一些不同的陶瓷、金属、铁器 所谓的底层 底层出去的时候 都有很多讲古罗马 或者古埃及的东西 我那时候去参观的时候 都有穆乃伊的参展 还有外面我觉得很多小孩很喜欢的 但是我大听到有一个龐贝古城是用参观的 都挺有趣的 中文传媒澳洲新发布 现在还有人看中文报纸吗? 所以就走了 现在那些人不会逐份报纸去看的 那些同胞 可以同胞用VChat News去看的 是吧? 所以这些就 是的 是的 这些就不要理了 好了 跟着我们刚才James说的 工党的参议员 有意无意地爆了名字 然后 然后白吉斯ASIO的老板不可自否 然后因为是工党的参议员 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 一座野工党 很有望想去选择下任的总理阿尔巴尼斯 就说 喂 其实我们没有候选人是接受这些资助的 我自己和白吉斯都有讨论过 其实他都没有质疑过我们党的人 这些最好笑的 这些叫做此地无人三八两 隔壁皇家没有偷 这些就是他们自己才知道 但是Jane在中国那边又有些东西说 最近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出了一段新闻 因为第一段新闻就讲关于他们觉得 现在澳洲需要一个 一个什么 现在的领导是很弱的那些什么 所以之后Scott Morrison就说 这个中国似乎选定了澳洲的未来领袖 就是未来的执政党是工党 就是以这个指控工党 跟中国里面有些 始终的关系都相当曖昧 那些改媒就固然的了 其实看西方社会 凡是叫做工党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民主党 英国的工党 全部都是你左傾的 左傾的群体 然后跟着 中國共產黨是左傾的 以這個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為榮 他們都是左派的活動 所以他們是有一定的影子 這也不奇怪 其實除了這些有趣的消息之外 周澤維也爆了一件有趣的資料 一兩年前 自由黨都向國會呈交了一份美國FBI的報告 他們FBI就懷疑周澤維是有一個賄賂 疑似賄賂聯合國大會的主席 當時的主席叫做阿實 有很多這樣的調查 然後最好笑就是阿實好像被懷疑收了錢之後 過不久就無緣無故暴斃 還在家裡舉重的時候暴斃 這些新聞真是很耐人尋味 其實澳洲的政界 其實長期以來很多的資金都是想去支持他們 其實如果你是本土的政治 你會知道很多人都是說 有兩堆人經常都會很想去借著他們的捐款 借著他們的遊說 叫做去購買政黨去做一些政策去幫他們 第一個最出名的就是在礦業的老闆 就很想去兩邊都壓住了 就是怎樣去令到他們推出的政策去受惠這個礦業的老闆 另一堆人就是一些地主或者是很多房地產的人 所以房地產的公司都會很多去資助兩黨 就是兩邊都壓住 所以其實在澳洲都會有很多民眾說 很慘啊 樓價不斷升 買不起樓 然後原來澳洲是一個政策可以叫做負責 就是一些地主 或者是買多過一層樓 多過自住樓的人 去做投資房的話 如果你是譬如給利息 給燈油火納 是截錢的話是可以扣稅 於是就是一個叫做稅務減免的安排 那些人一直買不起樓 譬如首次置業你經常被投資客搶了 然後就很想取消了這個 這個負責政策的時候 就會不斷得到阻攔 其實是因為那些業主在這裏出聲 或者可能那些議員自己本身都是業主來的 所以都是會有很多的 有些這樣的情況出現 當然也都以前的政界都有第三股勢力 就是那些僑領一直捐錢進去 自從澳洲出了一個反外國勢力的干預法案之後 理論上 我講清楚是理論上 外國的資金是應該絕跡的 但是你也難保一些 就是幫外國做事 但是只要有澳洲護照的人 可以去做事 這些就是你自己去聯想一下 是的 有位拍檔 除了這個工黨之外 就是工黨和執政的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 當然首領就是總理無理心 這個星期又繼續在國會提問的時候 說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是不是? 除了 沒錯 今天星期 在第八三 在國會提問 就將工黨的副領袖 馬里士 就說他是滿洲的候選人 這個其實也挺侮辱性的 他用來描述 某一個人是代表敵人勢力的一個傀儡 原來這個滿洲候選人 其實就是一個美國作家 Richard Condon 李策 在1955年提出的 在他一本小說裡面 就是講以韓戰作為背景 就講有個主人公被綁架 就送了滿洲 所以就取名為滿洲的候選人 這一本小說在1962年之後 就改編成為一個電影 2004年之後再翻拍 所以就以一個海灣戰爭為背景 而後續的故事就是 之後美國 在一些政治的背景的情況下 就會用滿洲候選人 去作為一個形容前 就去形容人是一個傀儡 被人操控洗腦的候選人 這個總理莫里森去這樣說 其實也挺侮辱性 也是挺有趣的一個說法 他將這個工廠的父親去這樣說 不知道你怎麼看呢 2004年的滿洲候選人這部電影 我看過的 梅伊有份做的 梅伊史醉部有份做 好看的 我覺得莫里森這件事是很棒的 因為他玩國會的議事程序 那怎樣說議事程序 怎樣玩議事程序呢 好像我們經常說的 切盲空間那樣說 我叫你洗腦 首先說我叫你洗腦不要想大象 大笨象 你第一個反應是大笨象 所以於是莫里森在玩什麼呢 他就說一句正確的說法 我們有另一個滿洲候選人 然後 馬爾斯先生就在那裡吵 跟議長在那裡吵 議長說我聽不到 然後最後就說 莫里森先生就已經收回了一句的講話了 但是收回講話還收回講話 大家都知道他是滿洲候選人 莫里森最懂得玩的是什麼呢 他是關咪之後說的 在議事規則關咪之後 你說什麼粗言畏語 都不會記錄了 但是所謂的關咪你其實在現場是聽到的 你大聲喊的嘛 所以這個懂得玩 其實呢 馬爾斯他自己去講滿洲候選人 被人講滿洲候選人的原因 是在2019年9月23日 他在北京外語大學 就有一次演講 他說是第三次 那個演講稿我們都已經有了 他第三次去中國的那個時候 然後就不斷地在賺中國那樣 賺那樣 然後就說澳洲 應該跟你們朋友的 中國朋友的 應該接受跟中國有更加緊密的軍事合作 嘩這些還不是滿洲候選人 簡直是一個抱兒快慮一樣 就是滿洲人這些好東西來的 Jordan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上戲 朝偉都是滿洲人來的 是不是 你看看這張圖 I want to go now 挺帥氣的 憂鬱的 真是不懂貨 真是 好了 這個呢 我們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說笑 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說另一些關於疫情的消息 私保保險代理 自1970年成立 已經為超過4萬個客戶 提供優質汽車 房屋 及商業保險服務 如果你正在尋找服務良好 以及適合你 又同聲同氣的保險經紀 就快點致電416-818-1183 找Amy幫你報下假啦 回顧這一年 大家歡笑過 大家傷心過 大家輕鬆過 大家擔憂過 無論這一年如何 感激身邊有著大家 新一年繼續相伴同行 大家好祝大家幸福安好 又回來我們第二部分的 這個 歐斯HK 延續回上面的話題 我們好像有些事補充的 Jordan 是的 我們剛才就說到說 工黨的副領袖 瑪里斯 他就被 我們的總理莫里遜 就形容為是滿洲的候選人了 為什麼他會這樣形容他呢 其實原來他的背景呢 就是瑪里斯這個工黨的副領袖 他都跟中國都有不少的 就是很親密的接觸這樣的 就是他都有訪問過中國 他有幾次這樣 然後他對上一次訪問中國的時候呢 他就說到說 他是想澳洲和中國有更加緊密的軍事合作的 那麼他就覺得一定要 和中國有一個更加好的關係啦 再去將這個經濟層面的關係呢 更提升 去第二個層次 那麼呢 所以他是 非常之想和中國有一個 很緊密的盟友的關係啦 就是除了和美國以外 那麼他就把這段這樣的演說 就是中國裏面的演說 就在他的 網站裏面移除了的 那麼之所以被人揭發出來 就是因為有 啊 James Patterson 就去揭發 暴露他出來 那麼所以大家才知道 原來他在中國說了這樣的說話 那麼所以呢 總理莫里信呢 才會這樣去評擊他啦 是對家嘛 尤其是 意思是他自己本身就是 所謂在野工黨裏面的 叫做影子的國防部長啦 應該這麼說啦 嘩你還要講 軍事合作 尊重中國又說要 是的 你達爾文港還割藥不夠 還要割多幾個出來 那麼就是 在這個2019年 就是爆發 就是香港爆發運動的時候 你還要去大陸 然後還要在俄語大學講一次這樣的演講 這樣真是 黑城河體統 這個全篇演說的連結 我會放在這個延伸閱讀裡面 那你們就在YouTube下面的留言 就會找出來 2019年就爆發運動 然後這個武漢肺炎就來了 各位兩位拍檔 我想最熱烈的這個星期 我想香港的消息都是講Omergon 好像搞到香港變成第三世界這樣 是的 我們看到有很多老人家 露天地等入院 而且好像睡了兩天露天 現在香港其實是冬天 是的 是的 有些還要扣著孖孽孽 真的很癲的 很慘的 我覺得有一個我們之前已經去了英國定居的馬祖賢醫生說 其實為什麼你驗了Omergon 好像我們澳洲這樣 我們就留在家裡 沒有到處去 為什麼要搞到這樣 迫爆了醫院 接著 醫院不夠 你躺在街上 就是躺在醫院後巷那裡 這個年第三世界 我覺得香港簡直輪流到好像 去到非洲 你看到那些戰地那些 就是內戰 那些無國界醫生 去幫那些難民 香港發生什麼事 非洲那些戰地都還好 也有無國界醫生在那裡看 你看香港那些連醫生都沒有 所以 整個防疫措施是錯了 根本簡直是錯了 完全是瘋狂和瘋狂的狀態 我覺得香港政府和這個大陸政府 在香港做的事 一個這麼高度密度的一個城市 去玩這個清零政策 根本就是 和這個顛狂是沒有分別的 是啊 所以其實你看到歐美的傳媒 都是爭相報導 當在明愛醫院 有一幫老人家 睡在病床的胸底 胸底又有病床在那裡睡著 或者有一些有孖孀 就是准管香港政府說 這班是非法入境者 那不要管了 非法入境者到底怎麼來 怎麼中招 或者有些人怎麼去 再非法入境回大陸呢 這些是後話的 但是那張照片是非常的震撼的 你看到歐美的傳媒 全部都拿了一些照片 或者那些照片的variant 去報導的 其中有紐約時報的香港記者 黃湘洲 寫了一個很有趣的標題 裡面講的內容 那個標題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的標題 都是差不多的 它說香港面臨的新疫情危機 是無法與病毒共存 也無法清零 這個真是很有趣 香港政府已經說明它要跟大陸 照清零 我不會與病毒共存的了 問題是清零就清零不了了 你看有些人又說是扣媽葉 是非法入境者 然後呢 可能有些人就叫做中了一招 但是又進不了醫院 要躲在家裡等下 有些人去到醫院的 就要躺在病床 在一個空地裏 連這個習主席也要下令港府 要負起這個責任 問題是很多人都不太相信港府的做法 譬如你要逼人打針不打三針 但是那些人可能又不可自否 因為其實可能是 如果你是香港的市民 你會感覺到很憤怒的 譬如說 好 現在有疫情 你叫我打針不打針沒有問題 因為你很多老人家 這陣子經常聽到一樣東西的 就是說 老人家快點打針吧 要見孫仔 是不是孫仔喝茶 好了 現在打完兩針 打完三針 原來還提醒了 你不要喝茶而已 連見孫仔都見不到 頭髮都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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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新蒸透了去剪頭髮 你也看到排隊的 去大帽山 上大帽山剪頭髮 是啊 我們前個星期不是在笑嗎? 選擇一個最好的長髮嗎? 究竟是鄭伊健好? 還是聶風頭髮嗎? 還是這個黎明做的少年賭神裏面 吳鎮宇一個很噁心的假髮又好 究竟是誰 你識除尊便 這個是拿來笑的了 但是其實每個人都說 經常想說封城、封閉管理 怎樣去所謂的大陸的特定 排查一個有多少人中招 其實香港人口密度高 四通八達有這麼多煙通效應的流域 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尤其是香港人曾經是自由過 不流行我們兩年前見武漢 整個小區拿圍板封了 你又不可能的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你只會是繼續爆到狠狠聲 我不知道 還有這些政策又好像朝令夕改 我在節目經常會說 說香港政府在做這些事情很活力標的 今天說完不是兩天之後就活力標了 說是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些人是很無所適從 或者很無奈 不知道兩位白檔 你聽到香港的朋友的生活情況是怎樣呢? 我覺得當然是慘 上加慘 香港這樣搞 先不要說很多老人家不相信政府 那些這樣的疫苗 擔心有副作用 所以才不想打針 然後搞到他生活大大受阻之外 然後還要搞到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又上不到街出不到去 適及市場買菜 又截不到頭髮 又沒有糖吃 又沒有東西吃 好像幾乎是封城 最可笑的東西我覺得是 立法會議員竟然是全體議員發出聲明去感謝 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 那麼他們這個九十位的立法會議員呢 他們聯名發出聲明去表示感謝 那就是好像 我去多謝我老闆 即是我老闆在做事的公司 多謝你提點我做事 這樣 是很可笑的一件事 即是要一起去感謝他 即是指你做事 嘩 聽到說說聲的刹刹到 皇上英明 這就是肉麻兼骨臂 說好老實 其實你已經去到那麼多個案子的時候 你就算封不封 他都沒有辦法可以折的 我就這麼想問 其實你在大陸經常說清零清零 沒有什麼確診 你現在看香港其實都做了很多功夫了 依然有確診數 有這麼多 英國、加拿大、澳洲 完全沒有飛機去香港的 一天都是這麼上升的 那些個案子 沒錯 其實我想說 就是香港都學不足大陸的 就算跟足大陸 這件事都是做不到大陸的 因為我們不會數字造假 你造假都一個造假不了兩個 因為下面有這麼多個機構 去報這個確診數 是掩不住的 因為始終你敢跟足中央 那些造假 造假數字 造假防疫數字 就是那些確診數字 這裏是沒有的 入院數字是沒有造假的 結果就有這麼大的數字 就清不了零了 其實香港的政策就告訴你 大陸的所謂的清零政策 沒有零確診 這件事是不會存在的 因為完全是不科學的 不可能的 現在香港證實給你看了 不可能的 除非有一天 孫春日蘭又來香港了 又玩這個動態清零 這天中了招的人都搬去深圳了 搬去珠海了 香港就動態清零了 就算有個案子都不准人報了 總之我們就是零 我們香港就可以清零了 口說清零就可以了 確診是零 就不是真正清零 你一直在大陸發生的事情 就不是真正清零 根本沒有科學的 現在證明香港依然在報真數 報真數的時候 就配合你外國發生的事情 對的數據 當你安排爆發的時候 就是這麼多人會中招的了 你周圍都會很容易惹到的 跟外國一樣的 你為什麼會突然不同呢? 就是假的數據 證明了 這件事其實發生不了 其實將我們下面的醫療人員 公務員完全換了大陸人 才有機會真正清零的 我告訴你 你也不要說立法會議員 正如上次所說牛鬼蛇神全部出籠 Jane你不要說你的科學法 什麼確診他們要回大陸醫院 管浩明議員已經說了這件事 如果你是輕症狀又致遠的香港人 可以送他們在內地的指定地點的治療 比如在深圳有這個快速 快點起到方艙醫院 隔離醫院是隔離醫院的方什麼艙 就可以減輕香港的醫療負擔 其實最近也有些統計數字 如果香港20萬人計的病床數字 差不多都是經倍沒值的 所以得到四張病床 所以其實多人中招而要入醫院都是很嚴重的 所以為什麼一些 明我醫院那張這麼震撼的圖就出來了 管議員說的那些東西 這些就不可自否 這些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或者可能兩天陪你錶就說是真的了 全部都送上去 第二件事就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我差點說了他就是何傻賢 他說以前打仗的時候 空頭物資去西柏林 一天動用三千架機就可以扔市民要的東西 他真的抄擁我們西澳洲的Logan市 那些無人機送老人雞 你真的以為這樣的事情在香港發生 無人機在那些高樓大廈很危險 你是不是先下降的那個位置 又不是那個人有露台 你真的不要玩了 不過我想最新最多人關心的一個放風 就是港府想全港市民根據身份證號碼 去進行PCR測試 要做三個星期做三次檢查 最多人關心的一件事是 你PCR測試 稍後我會說是怎樣做的 最令人驚恐或擔心的一件事 是你做完PCR測試 即PCR的棍子 取消避 取消避後放進去溶液 而這些測試的樣本 是拿去深圳而 而你的PCR是包括什麼呢? 就是你的鼻子裡面的分泌物 我不說到這麼白了 鼻子裡面的分泌物 應該是包括你的細胞 那你的細胞有什麼? DNA了 噢 一次不夠就要測試三次 還不是你? 認不到是你嗎? 是不是? 你一次就說是另一個人的DNA 你三次有三個例子 還不是可以認得到你出來? 說這些東西很多人都是覺得 是一個新疆的翻版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懷疑呢? 我當他不抽我們的DNA 我都良好意願地 他真的做測試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750萬人做了全港的測試 我今天測試我正確 或者是正確 我後天是不是正確呢? 或者下個星期是正確 你測試了是不是代表了 你可以阻止到病毒的傳播呢? 是阻止不到的 你測試了那些人出來 他今天不中而已 或者他今天 大家都在這裡都做過一些測試 RAT那些測試 PCR 我們其實在這裡都爆過 我們都做過都知道的 就是你做了測試 可能不知道幾天才出結果 你出結果的過程裡面 你會不會中招? 你可能都一樣會中招的 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750萬人給你去測試 怎樣測試呢? 又是在街上排長龍嗎? 現在這條龍還不夠長嗎? 大家排十個小時才能排到 走過去幫你撩住鼻孔嗎? 是不是這樣? 那不是8000元去買醜了 可能1000元買醜才可以排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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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節回來 我們又說澳洲怎樣做PCR 怎樣做RAT 以及繼續在疫情相關的新聞下 嗯 好啊 要拍證件照去辦理護照 當然是去到太古廣場 太古廣場裡面的富士圖 一定幫到你 拍證件照15分鐘立即拿得 現場還有很多富士產品系列 即影即有相機 不同款式的相紙 特別限量版的即影即有 什麼都齊 拿Passport No Problem啊 富士圖 94年開始已經幫大家 電話是905-940-9333 在疫情期間 每一度都是菌 小心啊 幸好我女朋友都很聰明 買了份禮物給我 挺有趣的 我現在又有個圈又有個歐 開門又可以 入升降機的時候 按鈕又可以 去到升降機裡面 再按鈕都可以 哇 那我的手 不會有菌咯 嗯 非常好啊 Clean Key已經上架了 來我們香港台網站選購啦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香港的一個現象 那都是一些令到香港人很心臭 很不開心的消息來的 首先我想說一下阮民安 就是對很多香港人所認識的阮民安是一個藝人 一個歌手 還是一個香港的手足 他很積極很積極 無論在送中期間 或者國安法之後 大家看到他很有能量 嘗試去做很多的事情 他未必每一個人都會欣賞他的音樂 他的演藝 但是他很努力地嘗試安撫香港人的心 但是最近這幾天大家看到 政府 就是香港共政府 就是不動聲色 那就將他抓了 也都在提堂的時候 反對他的保釋 當然這些國安法官 香港這些法官都是會 順從於律政司的說法 所以到今時今日他已經 是收監還押 等到四月才再提訊 從那一刻開始 就是這一刻都是 他都要在獄中度過 我想提起於密安 是因為 我不算和他有心交 但是也都在不同的場合 經常在街頭看到他 在反送中的時候 在街頭會看到他 在選舉的時候 在街頭也會看到他 他也會很主動地走過來合照 會一起去民安 一起去大家加油 我正是因為他的高調 我相信 或者他的努力 很想安慰香港人 和他的堅持不放棄 因為這些原因 政權釘上了他 令到他這一刻立刻去 失去自由 很多人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那當然了 宇文安走得這麼前 這麼大聲 但是我想正正說回 其實我不覺得宇文安走得很前 我正正就是覺得大家很容易退得很後 所以我不是怪責 我在記者會的時候說得很清晰 他說宇文安說的話 那些事情 所有事情都跟政府背道而馳 所以就是煽動爭行 政府所以抓他 我們原來政權說得很明白 所有背道而馳 就是反對政府 任何反對的聲音 都在政權眼中是一種煽動 是犯法 我們記住不要讓自己盲目 我們要記住 反對政府 在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標準裏面 都是我們的權利 所以現在的國安法 嚴刑進法 反對政府變得很高風險的時候 我們希望大家要按內 要繼續支持 好像宇文安這些 因為不退後 因為依然大聲說反對聲音 而今天受到嚴峻的打壓 失去人身自由的人 那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些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但是我看到其實都是很傷心 和大家一樣 香港變了 如果說第二個議題 說說香港的防疫 我在遠方在澳洲看著香港 我都看到是很心痛 令人很心痛 說說香港的疫情 每天幾千 就是快要上萬宗的疫情 看著政府的處理 不是看出市民的需要 而是每一刻都在猜測 在想著阿爺 在想著中央需要做些什麼 所以 他看到人排幾個小時 排半天 去到做檢測 他不會覺得心悶的 那些公公婆婆婆在醫院的露天位置 吃著寒風暮雨 他不會覺得是問題的 但是這些無恥的政府 覺得原來習近平要出一句聲音 要壓到一切 命令來到我的頭上 這才是很大的問題 原來有很多的聲音 覺得要做全750萬人強制檢測 我之前都說不做了 作為特首 到今時今日 都是要跪低 因為這些正正是他最關心的東西 那這些全部都是看到 是一個扭曲的政治制度 是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制度裏面 任何事情都是政治立場先行 再說說特首選舉都要延遲的時候 原來我們知道 一個獨裁者 習近平 說的話可以壓到一切 甚至連林鄭這些那麼囂張 入戶的人 都會把自己說過的東西完全推翻 又說特首選舉是很西規模的選舉 我們不用押後的 原來習近平一聲令下 就已經在幾天之內就跪低 這些我們看到 政權不會將市民放在眼裡 政權只會將獨裁者 權力的來源和權貴放在眼裡 當然在香港的人是很辛苦的 我們看到很深入很心痛 但是要知道 可能香港正在經歷著一個過程 就是所謂的上帝要你滅亡就要你瘋狂 香港政權現在是一個瘋狂的狀 這個問題 我相信 我從來都相信 在失去自由 或者沒有民主的香港 今時今日的香港 政權不會千秋萬世 為什麼呢 因為政權會犯錯 而且會犯一些不能彌補的錯誤 其實由2019年到現在 所有的錯誤都是 很多時候是有很深很深遠的後果 埋在市民心裡面那種民怨 是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原諒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原諒 這個可恥的政府 所以這些錯誤是回不了頭的 現在當日的時候 我都看到 似乎去到一些政策方向是不能回頭 在一個很艱難很黑暗的日子裡面 我們都要記住 這個政權是正在一步一步地自取滅亡 希望在這個很艱難很黑暗的時候 要和這個政權糾纏的時候 香港人要振奮 要知道我們現在經歷的一切 就是可能可以看到這個政權瓦解 下台倒下的時候 儘管有它瘋狂 但是香港人都要保重 要平安 在身處海外很難有些什麼說話 可以安慰到香港人 只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海外和大家一樣難受 希望香港人要繼續參選 為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和車胎 可以供選擇 為慶祝17周年 現在提供200套輪圈套裝 以特價優惠同路人 發短信去416-709-8651查詢 Signal或WhatsApp都可以 謝謝大家 回到第三節的節目 剛才Jane說PCR說得很怒氣 其實我們又想比較一下澳洲的PCR 或者澳洲的快速礦源測試 RAT是怎麼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再說回我自身的經驗 你申報我沒有做過PCR 因為我一直都很安全很謹慎 所以就沒有什麼症狀 但是家裡都是有人 一個星期要做兩次的RAT快速測試 其實快速測試都是很簡單的 大概15分鐘就可以完成 首先就是你要拆開包裝 什麼包裝呢? 就是非常精美和好像很無菌 然後就會有一個溶液的瓶 然後你倒這些溶液 然後他會附送這個棉花棒 就是給你去撩備去拿你的樣本 然後就弄進去溶液的溶氣裡面 撩完之後就等一會兒 然後就滴進去一個測試板那裡 好像那些人嚴刑那些 出事就有兩條線 不出事就只有一條線那些 我經常覺得這個真的好像嚴刑棒 這個就是RAT的測試 RAT其實有很多廠商的 現在澳洲課源都上線充足 我就經歷過有些大廠雅培出品 有些大陸杭州出品 但是你沒得選擇了 因為是不用錢給我的 所以就唯有幫家裡的人去做測試 不知道兩位有沒有去 Jane來之前好像試過一個PCR測試 是嗎? 是啊 PCR測試我試過 其實我講回 其實兩隻都不是差別太遠的 都是尿備 RAT就是尿備的 PCR就是尿備 還有在口康裡面都會取樣的 那我想說有一件事 就是RAT好像有間大寶說 它都會幫家人要測試 那其實這裡 它在讀書的學生 學校會給一些免費的測試合理的 那變成那些學生 即是上學之前 或者一個星期裡面 都要做一些測試就上學 那如果是正確的話 就要補回去 寒敗當然很輕鬆地回到學校 即是一個很方便的做法 我記得英國也是 那些市民可以免費拿到 那個RAT的測試盒 都挺信得民眾 他們自己申報的 好像是嗎? 我想是兩方面 譬如在新南偉爾士州 它有一個所謂的QR Code 就是你去商場或者店舖 QR Code的程式裡面 那個APP是政府寫的 都相當透明的 它那裡已經更新了 就是說如果你是中招的 RAT中招就是在此登記 PCR中招就不需要了 因為是政府的檢疫所來的 所以PCR如果中招 它就會幫你搞定 但是RAT因為是自己做的 所以就自己做的 所以其實整個程序 都是一個互信的程序 它都會有些 在街上都會有些警告 就是說你RAT測試了中招 你好報啊 不報呢 你不報是一個罪行來的 是一個罪行來是警察拘捕的 也是口罩令 口罩令其實大部分的民眾 都是很乖乖地戴口罩 現在市面上已經看到很少 就是你探索完那個GRR code之後 進去有個保安人員再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打足兩針 或者打足三針 這樣的規定已經是很少的了 其實大家都是 除非你是去做法郎 或者是法郎這麼密切接觸 又不可以戴口罩的那些 它們會緊張一點之外 一般店舖都應該沒有保安人員去把守 都是大家講的順子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澳洲和香港 現在這個動態清零的分別就是在於 在澳洲雖然有些人是反對莫里森 這些是他們的政見問題 但是普遍的民眾都是信任政府的措施 雖然可能在快速測試之前 都有一些失漏 但是普遍的民眾是相信政府的 而政府也相信民眾會自律地去做 比如乖乖地戴口罩 做測試中招你自己去申報 那些這樣 其實這個循環是很好的 而香港另一邊商 我剛才也說了《紐約時報》的報道 即是《黃湘洲》的報道也是這麼說 其實他訪問了中文大學的政治學的副教授林和納 都說大部分香港人都不信任中央政府做事的方式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這個我又不知道兩位怎麼看 這個是不是林和納所說的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香港動態清零又清不了 然後想病毒共存中央又不給 現在是一個死胡同裡面 就是連昨天這個澳洲廣播公司的駐東亞記者博圖師 都特地要再拿《高利奧明愛》那張照片 再寫一篇的報道 就是給澳洲的人知道 究竟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像一鍋抱一樣 我覺得是不可以這樣看的 就是看民調 究竟是不是香港市民不相信政府呢? 就是你好像你彈那些什麼紫荊黨啊 什麼東西那些那些民調呢? 香港市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度是可能八九成的 你不要這樣看才行的 大寶,你是不是現在煽動著 香港市民對於中央政府 香港政府的不信任度呢? 我覺得不是的 沒有沒有沒有 大寶,你就是令到市民憎恨、仇恨政府 是嗎? 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這樣的事 只是代表某些人的… 沒錯 就是沒有比特沒有傷害 澳洲嘛 是的 我也是覺得澳洲的做法 就比較是相信市民 而市民都是相信政府才可以有這麼好的互信 就是打一個比喻 就是雖然有這個口罩令 但是呢 我們在街道裡 見到市民是很自覺地戴口罩的 就是一開始可能是八九成的 但是會自動自覺在街上戴口罩 但是沒有警察執法的 就是沒有警察是在街道很少很少的情況下 除非真的 他完全不肯戴口罩 或者他是硬不戴口罩 而進一些店舖商家裡面 然後去驚動 又震撿了 是的 是的 這樣的情況下 警方才會來的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可以大大減低 就是執法那些 就是公帑上面的開支 一來二來就是反映到其實這個政府都是非常信任澳洲的市民 相信他們會作出明知的決定 才可以一起去同心去抗疫 這個香港政府這樣的說法 是的 同心去抗疫 現在香港也要請退休 阿sir回來上班 你說多慘 嗯 嗯 就是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現在這裡好像英國也好 澳洲也好 那個 就是它就算是抗疫 裡面都是考慮的人性化 那樣東西 不是一個這麼硬 硬規條去做事的 就是你好像香港啊 或者在大陸隨便就封城封區 甚至在你到大門就釘板 是的 就是沒有這些這樣的事的 它們是信任人民 那因為這個信任也都是 就是人民也都信任政府有能力去 防疫 去管理到抗疫的措施 那所以這裡也都疫情也都開始可以受控 那我們都一般人來說 我們都很多人是真的曾經 染過Omicron 包括我在內 那我們都很清楚 因為我們打齊了這個疫苗 我們相對那個病徵是很輕微的 那就是我想香港人呢 要放下不要那麼容易 不要見到政府手忙腳亂 完全那些措施癲狂性去到極致的事 所嚇到 自己要冷靜些 有什麼事都要保持心境平靜 如果是沒有什麼病徵 不要衝去醫院 醫院 是的 是的 你不要令到那個醫療系統 沒有說崩潰 其實由醫療沒有什麼病徵 其實留在家裡休息 好像那些 袁國勇那些這樣說 吃兩顆Panadol都可以的了 所以澳洲的抗疫之路有血有肉 現在都開始受得運開了 2月21日國際邊境就會重開 除了自以為獨立國家的西澳 再次一點 打足兩針 打足兩針 哪幾隻疫苗大家知道 打足兩針就可以進來了 我覺得雙形見絕 看到香港還要繼續封 澳洲對香港的外遊警示 在2月15日也更新 仍然是第二級的 執行高度的措施 他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澳洲的人 如果回去香港就是要坐14天的牢 古知言 坐14天之後 要坐7天的自己家居隔離 另外還要有介紹 更新一件事就是 香港是不再承認這個雙重國籍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回香港 就注意這些兩點 就自己好好衡量 好 這樣呢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就看看 這個國境重開之後 究竟情況是怎樣 我們會帶大家去跟進一下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我們再跟大家一起 跟進一齊和理查 好多謝各位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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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二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祖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epperWalk 尼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ascal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tzer Engie 正體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紳士科細瓦省 Elene June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感激李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Paul Love Hong Konger Station Can experience Colang Otry Hong Konger City Hong Konger Station Hong Konger Station 榮光民主同行 Spirit of all call 私保保險代理自1970年成立 已為超過4萬個客戶 提供優質汽車、房屋及商業保險服務 如果你正在尋找服務良好 及適合你又同聲同氣的保險經紀 快點自電416-818-1183 找Amy幫你報價吧 有東西想寄回香港 3元一磅問去哪裡找 你沒聽錯 用BuyShip速遞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門首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還可以速遞去中國 東南亞、澳洲、英國等地 有東西要寄 就來感受中華 找BuyShip 地產鐵三角 Johnson今期突躍 放盤放給其他人 不如賣給同路人 今期徵求貨倉廠房一個 位於市家寶 萬錦列治民山或道行區域 面積3萬呎或以上 樓底20呎或以上 客人目標預算1千至1千5萬 另外 萬錦市 Markham Road和Major Mac Townhouse 私仇 四房四次六連身 千八呎 賣120萬 如果和路人有介紹 請聯絡Johnson 電話 647-629-8281 歡迎經紀合作 回顧這一年 大家歡笑過 大家傷心過 大家輕鬆過 大家擔憂過 無論這一年如何 感激身邊有著大家 新一年繼續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Truly有機萬活市集 是一間生活百貨實體點 我們位於萬錦市中心 我們代理的產品 都是對於用家 社會 大自然有益處 這些都是我們經過自己 親自試過才介紹給大家 Truly Healthy 已經搬了新屋 我們現在就在萬錦廣場 Unit 32 闊落了 適合你的東西更多 不停繼續為你健康加油 還有 Mitsasaga物市1675 The Chase Unit 24b Be Healthy Truly Healthy 2月19日的星期六早上 真是現在一早在加拿大的時間 不過對於香港人來說 這段時間就對了 8點鐘 當然是香港晚上的9點鐘 應該大家這段時間 香港你也聽到了 香港如果你看到中環 銅鑼灣 尖沙咀 旺角 你想拍一些很漂亮的相片 結婚相片 一定會拍到 是啊 我剛才以為是P圖 P所有人都走 你知道如果這樣P所有人都走 是一個很高的特技 要很多錢 現在不需要特技 就是這樣發生 沒錯沒錯 我覺得很多人想到這一點 你知道加拿大和香港接種疫情很不同 現在加拿大慢慢提升所有的限制 我們香港就越來越加重 首先說疫情方面他們的做法 就好像是我們年多前已經開始做了 這件事不再說 我們看到香港如果有留意這個星期 我想你也會留意到 一位藝人 Tommy Gitz 宇文安 沒有停過手了 工聯會 不是工聯會 職工盟 職工盟 那邊又開始要查他們的數 有很多不同的人都逐漸 一路繼續不手軟的起訴 就是說其實香港去到一個裡面 被人控制了的情況 就是越來越緊 我想是時候大家都 我們所說的救生艇計劃 都好像時間就越來越混水了 其實現在抓緊時間 今天比明天好 明天比後天好 只可以不說 不想突然去到另外 我們會看到一些數字 如果你要想著其他可以儲分的那些 那就真的要有些數字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過我們馬上每個星期都同 大家再介紹一下 就是王國維 我們資深移民顧問 在這裡接近20年的經驗 在這裡和大家在多倫多裡面 服務了很多人 這段時間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藉著Alfred裡面都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些協助 然後大家如果想問一些香港人的Q&A 譬如說到現在你都真的不清楚 Stream A或者Stream B的話 可以去到link1.ca那邊 你就會看到一些數字 大家可以慢慢看 一直在更新的 是的 其實Q&A去到第二版 因為那個Template 只可以容納這麼多 要開第二個第二項才可以繼續容納 所以這樣就好 多一些問題 讓人們有些真實個案 我們直接跳去一些實際的數字上 令大家可以了解多些最近在這個移民部長 我們不是轉了嗎 轉了嗎 應該從它的數字上 你就經常跟進 和大家分享一下 沒錯 麻煩你把這個圖放出來 首先小一點 就是…不是這個 是這個就是第二個部份 是這個 不好意思 那些字稍微小了 這個就是上個星期新任的移民部長 宣佈加拿大2022、23、24 連續三年的每年的目標收的人數 Sean部長其實是去年大選的時候 自由黨又贏了席位 雖然是 minority 那他就是新任 那他就takeover了 Marco Macedano whatever 那他剛剛開始拿這個位的時候 傳媒已經問他 怎麼樣?明天怎麼樣? 因為他一開始當然是接了上任的數目 那他當時已經有打趣地說 收 繼續收 如有需要多一點都不要緊的 他jokingly這樣說 喂 怎麼會jokingly呢? 就是內有玄機 這樣就宣佈了 21年過了 22年我們看我們的圖表 由上任設定了一個目標是41萬1 我們不要說美數 他那個數目是43萬1 多了2萬 整體那個餅又大了些了 那個餅做大了 OK 這個是2022年 2023年就421 K全部都千 那些千位42萬1 一開了去到4萬4萬4萬7 2萬6又大了 好了 24年就45萬1 加起來就1.3萬 所以所有都說 哎呀 加拿大1130萬人加起來 3年 OK 那我們看看那個分別 分別 分別 多了是個餅真的 1.422年 2萬多年 怎麼分別 怎麼派呢? 派了去哪裏呢? 大家看看那個經濟類移民 經濟類移民就包括很多東西 比如說那些技術移民 留學生畢業生 那些加拿大內裏的CEC 哎呀 之前就說 我們之前噴到他媽媽都不認得 那些什麼SUV 有什麼僱主擔保 有什麼自業 加起來加起來 全部僱主擔保 或者什麼PMP 全部都是 放在這個 Economy Class 是的 哎呀 多了20645 竟然間 不斷以餅乾稅加了350 哈哈哈哈 嘩 350個 那就是說 是啊 餅乾稅而已 怎麼這麼少呢? 是啊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但是其實我明白的 為什麼呢? 我先那兩集說過 因為經過這兩年疫情 那就是加拿大那些 由去年年尾開始 10月、11月 今年1月確認了 有1.8萬個個個案 國旅呢 就是backlock 即是積壓了 那就移民那裡有五十幾萬 五十幾萬 五十幾萬是什麼呢? 已經收到個移民申請 未曾完成批 已經入自立 是的 是的 不是那個 我們等一下會說那個 EE那個辭子 那個是等著被人邀請的 那換句話說 很大部分呢 是economic class的 喂 他就移民部長呢 就是說呢 他想他現在在拋頭 怎樣怎樣清 怎樣清 怎樣清這個 那麼呢 我們業界曾經 advocate過 這幫人是年輕的才晉 但是呢 移民部長就沒有放在那裡 unfortunately 沒有放在那裡 那放在哪裡呢? 很明顯的 放在難民 一萬六千多 餅造大了 放在難民那裡 其實最主要的是什麼? 最主要大家知道的 阿富汗 很正路 不同國家的戰亂 沒錯 阿富汗 當然我們曾經說過 過去一段時間 曾經有一個很特別的pilot 將人權鬥士 記者 是的 那些 翻譯 例如他們受到 因為他們的職業問題 受到打壓 都是歸於這裏的 Anyway 那個餅造大了 包容了那裏 非常有趣 就是那個 humanitarian 最低那裏 由當初的五千五 一加加了三千多 Oh my god 是那個 財經濟階段是三倍的 那 HKPF就是在這裏的 因為HKPF背後的環境 就是加拿大屬於人道色邦 就是那個方面的 所以暫時來說 移民部就預算了 2022目標 不是死的 八千多 看看怎樣 去到2023 六千一跳 跳到一萬零 他也是看重這裏的 是啊 很明顯 你看一下餅造大了之後 分多少下來 知道是 他看到這裏 需要在這裏 那問題就是說 其實夠不夠呢? 其實夠不夠呢? 這個只是數目而已 其實夠不夠呢? 多了三千多個 今年去到八千 那是什麼呢? 是啊 明年又多了六千 一萬年 那就是什麼呢? 夠不夠呢? 我們可以探討 我們另一個環節 我們可以探討的 我分析這個圖表之前 或者我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目標是什麼 其實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移民部 你知道每個政府部門都要拿經費 和蔡爺拿經費 換句話說 他當然了 他有一個 這個不是他的 基於這個目標 他就去拿經費 因為移民部是全球很多 visa post 是以外交部的 人手編制 那樣加起來 全部都要錢的 如果他是多了人的話 相對性 相對性 是 那這個是exercise 就是有一家大公司的每年 之前做過預算 正常的意思 只會越來越多 我沒什麼看見 是呀 是呀 記不記得 2015年 廚都說 贏了 那個位置都被人坐亂 馬上來個敘利亞 2015年底 是吧 那就要收容 是啊 那時候收了4萬 那時候那4萬 其實已經超過當年的移民的目標 多過10%的了 那又搞定了 其實它很容易 一個國家 好玩這些數 但是如果你說 怎樣拆開呢 這些純粹是拿錢的伎倆 沒錯 就是原本說 其實移民部是有留有餘力的 有需要 還可以process多些的 換句話說 政府 老闆說有需要 大老闆說有需要 這個部門的 部門經理就去做 這個意思 不是這麼死的 雖然看到這個數目來講 8萬 夠不夠呢 822年 23年 1萬夠不夠呢 24年7千夠不夠呢 其實移民部不是躲起眼 扔這個數目出來的 我們另一個季份說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這樣 如果我看這兩個數字 就是最後那個category 就是人票立場那些 Stream A、Stream B 如果歸這裡 是 我覺得它很聰明 它寫Humanitarian another 好像Stream A、Stream B 歸這裡的話 是 其實香港人是有權立場的 因為其實 是 但是 我們要知道 這個又不是單純純給香港的 嗯 是 是 如果 如果 他確認了 而人家先入市 你就會被人退後 是的 其實那個category 是有小的分流的 是的 如果我 如果用我放大機 反應很方式 被人拿 是的 為了大家更容易討論的話 我就比較大的方向看 其實是有分流的 你說得對 如果 有其他 香港這麼多 你想想多少人 是被影響 就是那些年輕人 或者是正在工作的人 或者是申請WP的人 是的 但是如果 這裡就這樣看 如果是說 眨眼好像水滴在鑊那裡 是的 是的 還有呢 阿周再和你分享一下實際經驗 未曾有Hong Kong Puffet 現在說的是2021年 12月宣佈 年底了 2021年才開始申請公簽 其實2020年初 已經有一班過來讀書 希望打分 經過打分 那裡 走Express Entry Express Entry的話 我剛才說的圖 死得人多 都不在那裡 即是這個餅做大 都不擺在Economical Class 如果不是有Hong Kong Puffet 的話 就變成打崩頭 那這班叫做先知先覺的人 就有獎了 幸福了 不小心拿上 bonus 拿上 jackpot 一來到之後 Hong Kong Puffet 我已經讀了三個 剛才合作了 立即做了 是的 換句話說 今年四月尾畢業 第一批的了 是的 不是第一批 因為社運離開加拿大讀書 是第一批 但是真正第一批Stream A 是根本留學生 根本不想 你們過去幾年都在讀書 社運的時候 他一向都在讀書 那些就不小心了 但是如果沒有Hong Kong Puffet 死得多了 他要走去议议打崩頭 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OK 無論如何 現在這樣 那就OK了 我們講第二個 這一個都可以想到 到底我們是否反應 很想像剛才移民部那樣 有一點點 哎 你這樣 只是intro 太想這樣 你不要怪 OK了 看看我們這個圖表 全部都是移民部的統計數字 現在已經開個數字了 對 在左邊先 2015 2016 然後2011年 我斷月的數字 是不是 好了 看看study permit 其實從2015到2019 每年都有2300 2300 2400 正常的情況之下 正常的traffic 來的 過來加拿大讀書 好的 好了 到2020 突然間2600多 多了幾百個 多了幾百個 10% 10% 10%增加 都頗細的了 如果算percentage 很明顯那種 好了 踏入2021年開始了 有每個月的breakdown 1月多少 2月多少 我們的數目節 暫時只可以拿到10月 因為它通常次三個月就沒辦法了 好了 那就去到2021年10月 指一指 5,095 嘩 這個是double了 不止 喂 未完 你留意 是啊 還有兩個 是啊 為什麼8月份 發生1,600多 因為昨天9月開火 所以 這個趨勢 會在12月重複 換句話說 11月和12月加起來 這兩個肯定過2000 肯定過2000 近一萬的了 是啊 如果加起來的話 隨時是 3、4倍 乘3了 是啊 3倍 乘3 當然我們粗略些 給大家一個概念 大家分享 2021年過來讀書的香港人 是2022年的3倍 嗯 那就很明顯的了 很明顯的了 那就 好了 這個就是study department situation 好了 右邊就是看公簽 哇 萬月萬島 我們去到10月 累積三千多張 三千多張 讓我對比一下 剛才我們先講完第一張圖 我們就說 你看看 只推出到2022年 希望有 一萬零五百 八千多個 加了 如果說學生 如果我當香港這樣說 立了學生 那裡也有 即是夠這裡的 是 但是問題呢 如果你說就這樣看這個公簽的話 就真的 是 不是這麼多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是 這樣的有一個time net effect的 讀書的人 就要 比如說他是2021年開學 他最快都要 都是22 對不起都是22 對 就是說他 Stream A過來讀書 他離了 是不是 那他有可能都是2022年的 那就是work permit那些當然是今年 那移民部呢 就預了八千多個 八千多個 八千多個 那其實來說 好啦 我們不需要看 不需要 你們不需要回頭 那看到移民部定的數目 不是盲的 哈哈 就是他有些數據 去用AI去predict 哈哈 都幾幾厲害 如果你想說 是的 沒錯 這比例不是比少了很多 但是感覺你的反應 就是從那些種種的 就是入址 不同的分別 好像都是僅僅 match到他的數字 如果純比香港人 沒錯 就是看到那個correlation 我們叫做 有些驚訝 這個OWP這麼少 是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只可以問問題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有一個suspect 說出來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我想世界各地 比如說澳洲的朋友 英國的朋友 我想因為英國始終 就是那個方向 我們這邊要讀書 或者投入時間 或者投入少少學費 然後OWP 你就真的要去找工作 做事 而BNO最適合香港人的地方是什麼 我什麼都不用想著 我先去避一避 避了有五年的時間 我慢慢想好自己做什麼 而去到那裡 其實找你硬 我不熟悉 據我所知 不需要投入 不需要融入 你身體在那裡 是嗎? 是 身體在那裡 哇 那就睡覺也可以 是啊 香港人沒想到 做事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不是 它不是沒想到 這件事譬如說 五加一都是去年開始 你看到機場的人開始走 是吧? 是 是 我就當它現在睡了 一個人這麼大的轉變 說真的 在香港很震驚 沒錯 年根拔走 它真的需要一些時間去打點 因為其餘的時間其實是好的 如果你說加拿大 它是給你一些時間 快點想清楚 嗯 儘快投入 然後自己有一個未來 沒錯 香港人好像被人嚇倒 心血少了 你想想去哪些地方 我又很體諒到香港人 先選英國 是 明白 有很多人在英國 最後申請到加拿大的 有 也有 其實我也有 所以我這麽久都有一兩個客人 就是不讀書 始終都飛了去英國 也都有 公平些 不過很少 所以說很少 阿周其實你不小心帶出了一個點 就是說 去英國 我覺得你可以誇張了 車少了 你睡覺也可以 但是來到加拿大 就是說 不行的 你一定要投入 逼自己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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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沒有得睡覺 你讀書 OK 那就讀十六個月 做事 做一年 那就是 希望經過這段時間 你就可以 真的叫做 希望你已經 你投入到四個月 是的 沒錯 那變了來說 如果是 願意完成了這個程序的話 我覺得 譬如我們是加拿大人 我們是主權國 其實這個政策是正確的 沒理由讓你們睡覺 就可以留下 這樣說 英國跟香港的關係 就應該是 即是如果你去英國 他允許你睡覺是應該的 因為 他是主權國 曾經 現在在國會裡面 你看到算盤定開 沒錯 幫香港人發聲 他也是這樣說 你們應該還給BNO 沒錯 1997後 那些人 這件事 都是一個 維持著大家的原因 明白明白 如果純粹看 即是說 如果他們心質未定 或者是有沒有 給自己 優養生息呢 簡單來說 對於加拿大 一點都沒有錯 因為為什麼他想 你快點 即是他收到你 他想整個國民 或者國民生產 有些事情 但是他很少會再體諒你 他都讓你進來了 你安全 不如你快點 扯一些 做些事給國家 就是這樣 交功課 加拿大很窮 其實是對的 我覺得 相對來說 就是說 真真正正的 選擇是來加拿大 A好B好 是不是 即是說 接受了去投入一段時間 他生存到這段時間的話 他選擇留下的話 他將來一定是正確的 通常受不了 就是投入一段時間 不知道你收不收到封 我收到一些 不是我的客人 就說最近好像說 有些人來了 OK了 他在香港 工作挺好的 幾萬元的 好了 來了之後 樓價這麼貴 買不起 租屋又租不起 又不喜歡 是啊 找到一份工 很Junior 20元那小時 其實20元那小時都不低的了 剛剛來 你幾萬來的事 是不是 跟著就 搞了一兩搞 就是抑鬱和 抑鬱和 跟著就頂不住了 決定回香港了 走啦 我聽回來的 我不需要挑戰 那個是不是堅定留 那個不是Point 那就是換句話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加拿大 其實跌回香港來說 加拿大都不必需要這種人 不過這個現象應該 如果你說到 如果心理上的這種負擔 或者放不下那個身段 我想都是世界性的 我想澳洲 美國 都會有這些責任 是的 為什麼呢 這個入場費對於BNO來說 比較少 所以它沒有感覺這麼尋重 沒錯 說一句公道說話 至今來說 只是Stream A那些 才需要幫忙 不是需要幫忙 只是搞 study permit Stream B那些 很心理 自己申請 我聽說過 我有幾個手續 他就上班 他說 對呀 香港那些中介 申請那個三年 Open World Permit 六千元 香港手續費 哇 我說不是 這麼容易 六千元 哪個傻 收錢那個傻 還是給錢那個傻 沒問題 完了 接著呢 現在你來到 他們走Stream A那些 年紀大一點 中產 其實很確定的 他們的放棄更大 但是有個分別 他們很多時候 有一兩個小孩子 因為他整家來的話 就是說 起碼不需要很有錢的 但是起碼都不需要說 哎呀不死了 下個月怎麼做 先交早 總之有得撕的 是的 這樣來了之後 OK 老公找工作 找老公就找老婆 不是很緊張 那麽變化 是的 老婆呢 就照兩三個兒子 上學 上學了 哎呀 一至五 起碼 車上學 車上學 看小孩子做功課 嘩嘩加夠 嘩 瞭嘩加加 嘩那個滿足感 那些滿足感 你們有個生活 是啊 好人性的嘛 不需要唱紅歌了 大哥 不用看星期麗 这个数字我想带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有很多人 譬如说他孙美孙美不玩就玩这个 这个很新的数字 我们试试说这个 这个就是最新的 2月15日在Express Center的依依的词 就是说已经注册了 依依不是移民项目 是关卡筛选系统 2月15日那些有多少人 其实有十九万多近二十万的 不要紧 底线是近二十万 十九万多 那些分的分布大家看到 那什么意思呢? 曾经有些朋友来了问我 Alfred怎么办? 我就拿了三年工签 但是因为我的毕业的期限 我没得走Stream B 是不是? 那变了来说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可不可以 是不是做九一年东西 那就考英文 那我就够分 那我就可以入医医了 是不是? 似乎是 OK了 麻烦你自己打一下分 如果你打不到近五百分的话呢 你看看那个T 四五一至到五百呢 有四万多人 你是和全世界竞争着 就算你是拿到四百四百六十 喂 那四六一至五百高过你 什么时候轮到你呢? 所以如果你问我意见 就是说你应该考虑 索性 走Stream A 快点去读书啦 那你一走Stream A的话呢 那个命运操控 拿回了操控权 你看看 如果你说原来四百五百分 就是已经是 就是香港人拿五百分到六百分 噢 忘了 香港人就算你是大学毕业 是不是? 英文很厉害的了 考七、七点五、八个中的了 那就外国经验三年 做Kambergen三年 加拿大一年 你都是四百六十多 你都是四百六十多 但是你是 among那四万七千多 位于Fond Muse的黄金鸡蛋仔 Golden Bubbles 多谢所有来过捧场的同路人支持 去开Wonderland 或者Fond Muse 行街街的你 记得过来吃下我们 创新口味的鸡蛋仔 那当然 还要打卡留念啦 在疫情期间 每一道都是菌 小心啊 幸好我女朋友都很擅长 买了份礼物给我啊 挺有趣的 又有个圈 又有个勾 开门又可以 进行电梯的时候 按键又可以 去到电梯里面 再按键都可以 哇 那我的手 不会不会有菌咯 嗯 fairly good CleanKey已经上架了 来我们香港台网站 选购啦 我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险班 保险立即有Discount 快点上iprodriving.com 报名或短信 647-963-6025登记啦 香港人加油 这班人就等待被邀请了 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说过的 喂 已经递交了 就是他们的师姐师兄 师姐师兄 已经被人邀请了 已经递交了移民申请 等待批的那个额 已经用了2022那个额 多纯独理啊 那就是说这个就不要痴心妄想 不要不要 要避开了衣衣 避呀 一定要避呀 那你避衣的话 喂 你是香港人 才可以走到公共和党 是不是 你说其他的 譬如说利害国那些没办法的了 要继续留在那里继续的了 没办法的了 难怪你不要说那些了 我拿着美国护照 对不起 你在个池子里 我拿着特区护照 公共和党 是不是 所以 都只剩下 Stream A Stream B 永远都 是啊 太明显了 真是太太太明显了 就是你就想不到 是几幸福了 就是和移民部这个是未来三年的嘛 喂 这个Hong Kong Puffet 玩到2026年了 还有 还有 拨下去的 就算移民部再转都好 这个项目不会说突然间收了 是不是 你不会无端端变回那个 叫做Economics那种 不会的 不是的 这类好像永远都存在 还有觉得是一个不容易 合适自己的 plan 的人 是的 其实呢 看回暂时香港人的反应 暂时香港人的反应 就有一个启发点 启发点就是 这个Hong Kong Puffet 是一个它是没有一个移民法律的基础的 它撑着它的 只不过是移民部长的一个 运用它的特殊权力就是说 好 暂时性而已 行政方法 没错 行政手段的 所以呢 一般来说呢 移民部就很少说弹弓手的 现在说了2026月31日会不会弹弓手呢 我们不要说我们不要想弹弓手缩短 咦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延长呢 比如说有没有机会延长呢 学去学从 如果要希望这个项目延长一些 帮助多些香港人的话 将来那些的话 要有条件的 很多条件的 当然是远居地 如果那边是 全部是好完了 我和你回去煲底见 唱歌了 是不是呢 如果是继续PK的话 OK 那就有机会 那其中一个考虑点呢 我觉得会是 就是受欢迎的程度 受欢迎的程度 如果是这么冷淡 如果是这么冷淡的话呢 是不是呢 那你说 有没有需要去 去2026年 之后延长一点呢 就是要看大家的反应 这个也是很真实的 我觉得都是其中一个因素 那我又可以帮大家香港那些 深大深小的人平反一点的 我觉得呢 他等着英国上议院 上次的那个 BNO那个 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 最后一个关卡 明白 明白 应该是这一两个月 因为我发觉最近都看到很多报告 大家都纷纷辩论这个时间 你知道有新闻自由没有了 最近有 没错 那种的限制 大家都看到 咦 对了 那个强国是很厉害的 大家都看得出 在国际上不简单 我想奥运完了之后 这就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 那些人继续一转之后呢 我想反应都应该会反映到 即是热烈了一点 肯定了 肯定了 如果你说这样 我都是以香港人为本 如果BNO多个选择 比97年青人好吗 当然好 绝对是 没错 但是你还可以等的东西 就是 我想都等了那个东西 应该没有其他方法 比去英国或者来加拿大 赞成 暂时最明朗 应该就是英国和加拿大 我看到了 起码我看到了 美国就有些少是要政治庇护那个方向 是吧 澳洲都有的 那就偏远一点 有些限制 我想始终都是 你的目标的 就是说如果是那边英国更加 就是那个 门口做大一点的话 那就容易参与了 容易参与了 不如说我们来移民加拿大 我们已经说了 为什么反应这么热烈呢 不如你上次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次你说 那个例子 今天上次那个是什么 是 那个是 有一个比喻 Alfred 想起来 咦 是的 我们很多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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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过程 其实那个上次 只不过是一个 一个总结一下 这一年多 跟香港人聊天 那么就写一篇东西出来 然后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所有那些弱时间 都给了我们看的了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让他不要那么离地 我很尊重大家的 我知道大家不是不容易的 要想想来加拿大 但是问题来说 打一打个底 就变成了我们一聊天的时候 Google Meet的时候 就变成了不要那么离地 是不是 就是你看医生 让给一些没那么离地的人 不如 这只是总结一下经验 今天就有另外一个 你做了裁讽 厉害 是啊 我就这样 其实这件事 又是一个 就是经过那么久 看过那么多人 香港那些 Bloody Bun 记不记得我 我们弄了个Term Bloody Bun 人血饅頭 人血饅頭了 是不是 香港就算现在 我仍然收到封 还是有些Bloody Bun 在买的 还是有的 因为一天有个地方有fear 都有人在那里 是的 其实很多时候 Immigration这件事 就是真的bank on fear 这样的意思 被人骗就是这样的了 不如这样说 我就总结了一个八大元素 差不多一个錦囊 好 一把镀尺 任你怎么说 都是这样的意思 拿着这个錦囊 拿着这把镀尺 那是无往而不利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不论哪个人跟你说 给什么项目你移民 建议你走哪个项目都好 全部適用的 全部適用的 有八大元素 我着个马蚊子来说 第一个就是这个项目是公开透明的 公开透明的意思不是别人说 买东西给你 你自己是什么项目来的 我去移民部或者去省 如果去省提名 你看不看到 你可以一手资料是看到的 是不是看到的不是别人告诉你 是不是有没有东文翻译的呢 如果比如安省这些 没有的没有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一般来说 除非他们是不想阅读 没办法 否则的话 就要看一看 看到的 你不看你没办法 街边有个名牌的 街边卖 旺角两街卖名牌 你不看一看 准备做肥牛股 你不看呀 你卖了去呀 是不是搞错呀 这是你的事 你是看到的 我觉得 意思是自己有责任要看一看 你不要 有时候不要说被人欺骗 找笨 找笨这两个词很妙的 第一个是动词 第二个是名词 有人出去玩就找到那个笨 大家不要做那个笨 说笑这么说 这个项目你真的会看到的 比如东岸的AIPP 你去看 是这样的 我知道了 客观点 客观点 一手资料 这是第一 如果人家什么 你认识 就知道了 第二个你很客观的 你是找到自己的切入点 就是说那个要求 对一个申请人的要求 别人要这些英文 或者whatever的话 咦我有啊 我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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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哎 看你这么聪明 你怎样的 OK的 看他人肯看照吗 哈哈哈哈 真是这个意思 第一点就是要公开投资 你找 你看到是什么的 第二点呢 那个Eligibility Requirement 你配得到自己进去 是不是呢 话事简单 但是如果不是 如果最简单的东西 你做不到的话 那你就找自己找 好了 第三个呢 就是那个Process 你知道整个路线 不是怎样踏出第一步 是怎样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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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你的目标 是不是 这个就是那个路线图 是不是 还有那个 那你当然了 有路线图之后 你什么时候进去 那你就跟着 跟着路线图 是很清晰的 是看到整个 就是你未来 是将会怎么样呢 看到这条轨迹的 这个第三点 那就是跟着呢 你知道这三样东西了 是不是 这样呢 要么你自己衡量 要么就是说 你信任那个代理人 和你评估风险 什么叫风险呢 我又想知道 例如每一个环节 你有机会遇到什么 booby trap 或者地雷 有什么地雷 这样 譬如说 有一样的需要英文的 譬如说 care giver 那些 是不是 家庸那些 care giver 喂 要什么 要考阿斯五分的 你又没有五分 你又没有五分 如果你今天 没有阿斯五分的话 那你多久才能考到五分 如果你考不到的话 没得行这一步 是啊 别人告诉你 我五分的 举例 举例 那没有人帮到你考五分的 那你问自己的 我考不考到五分呢? 如果我考到 没问题 我考到 恭喜你 未必 这些是自己衡量 是不是? 举例 一二三四 下一个 我们叫做 你的个人的参与度 你自己参与 不要以为钱大了 你以为钱大了 订这些钱SUV 真是thank you very much 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一个 一个案例 一位K小姐 上星期Kchan 不是之前 昨天那个是ABC的 那是K的 三十几万 unfortunately就算了 PK了SUV 个人参与 就是你越是参与 你要求你参与的程度越高的话 就越稳固 就越稳固 总之自己要加点力的 应该是 不过操控性在你那里 不是在人那里 你拿钱出来 你没有参与 你找一张支票 不够钱 是了是了 OK了 那就这个第四 就是那个成本 整个project的cost 原则上你是知道的 不会有突然间爆发的数目出来的 比如说有些 有些听过很多的雇主担保 其实背后有些都不是秘密 公开了的秘密 说多两句都不怕 你付钱买份工 有个老板收你的红包 都不是秘密 好 个时个折 喂 给封礼士来啦 你给不给呢 你给不给呢 给又不是 不给又不是 变成了有些惊喜了 是不是 好啦 那就是跟着这个 1-6就是很客观的 我反而有一个小小的 我想指出一个盲点 譬如跳回第一那里 说公开透明 好在有你这些什么叫做 什么香港人Q&A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如果我不看 我也不知道 譬如说那些分装 但是那些移民顾问 是否应该告诉你 你不问 他不会 你叫你申请下去 突然叫你走依依 突然叫你走依依 不是你不合格 但是你不知道那条长笼 长成这样 是啊 其实来说 阿周 我有些说话要很小心 我不是想骗人 但是这是事实来的 因为社稳2019开始 2020和21 香港突然间市面 出现了很多专家 突然间出现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 那么在社运之前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啊 那我就回应你 那些什么Q&A Q&A 当然了 首先就是说 就是说 有几个条件是 缺一不可的 我很小心 不是说自己 吹嘘自己 就是说那个 好起码的热心 爱心是要有的 我认识的 但是我认识的 每个人会写的吗 不是的嘛 就是写出来的事 这里不会公开的 为什么你们越知道得少 我会越赚得多 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聊天 就很容易就谎了 你一谎了 很难用谎了 谎了 谎了 被人捉住你 所以我 你还发表这么多文章 是啊 所以我其实很大胆 我真的被人捉住 选择这些说话 没什么B.S 是啊 谢谢你 B.S是很容易作的 第一 你不要侮辱读者的智慧 要互相尊重大家 还有B.S 如果导致一个负责 或者误导 都是不错的 是啊 你今天想着帮香港人 突然误导了人 是不是不好 是啊 是啊 还有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说 突然间涌现 那些专家 是没可能认识的 如果他 我误导了十几二十年经验 都累积了 所以我最近加了一个新的 Session 香港人转动 开评项目 就是那个是什么 就是最近有很多 刚刚结婚 拿SOWP 或者同居拿SOWP 在香港最近 去挑战他们的关系真实性 那变成了 我收到封了 我们也有些人求救 我都帮了几个 那我就走回去 我那些旧的 那些 配偶担保 又是那些人来的 你要证明那个关系真实性 那张结婚证大了吗? 不是啊 是结婚证的背后 生活小节啊 那些人啊 人症物症啊 那些 所以呢 所以我就找回那些东西 就是 找回出来 就放回在香港人专栏里 那大家参考一下 当然我没有时间去 套用 但是方向是一样的 证明你的两个人的关系 是真实性 那些这样的Q&A 其实我已经存了十几年了 只不过不过意 我抄回出来这个意思 那些 那些 是的 那些是没有变的 那些是不会变的 没有变的 是不是呢? 即是我in a way 咦是呀 那我就立刻可以拿出来 帮到香港人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说 譬如说 好吧 come back to 这件事 有八大要点 一至六就是你自己执生 好了 那你执生了之后 你跟着第七都开之后 你决定是找人代理的 对方要有牌子 跟足了 跟足了这个程序 是公平的 就是要跟你真正正的 regulator好 如果是律师 律师公会要求 如果是consultant的 就有 他的regulator 一样是要 写到 合法的一些 是的 是的 要retain agreement 写到足 第一 跟着你的申请 一定用个五四七六个人表格 就是代表人资格 第三个 收你钱一定给你收据 有不给收据吗? 有人问取收据也有吗?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 这些是一样的 如果 入房子也拿单 我们这里 是的 如果其实他不给收据 有些人都不给的 就不交税务问题了 不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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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阿祖 你是香港人 是不是? 你决定找人办的 找甲鱼丁丁 最后你的感觉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经常都说 譬如阿祖 你买个手机 买个 首先我不是做销售 教英草 我觉得是信心 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 就是你的信心 还有对于整个申请的了解 对于移民 是的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的感觉是好 感觉是良好 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多些白纸黑字 如果能够看到这个东西 是的 保障 保障很多 保障 保障 加上就有八样东西 拿着这把尺 我们试试量量A 量量A是什么?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 接着是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工作协议? 不是,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就是很客观的设议 客观设议又怎样? 申请设计协议是什么? 什么事?运行校修理,申请学书 是吧?很难吗?很深吗?没问题 好了,路线16个月就搞定了 是吧?风险 完成不了英文就不用这样了 如果我和你拿到设议 permit,你不能够议 不要搞笑,是吧? 你的设议 permit 那个部份你可以 有专业人士帮你 不可以和他读书,是吧? 那这个风险是很顺利的 但是如果大家拿不到 不会拖你两年才知道你拿不到 三个月就知道了 就是找你咬中了,是吧? 个人参与,你读了书的 你最帮他介绍他谁帮你补习 是吧? 好了,成本投入 你另一半也要出一点力 是吧,成本投入了 八千,笼统一点 一个学期乘四 这个你的成本,是吧? 三大保障你找一个是正规有牌的 就签足给你了,是吧? 对方的感觉良好就和他找他了 是吧? 好了,这个就是量度Stream A了 我试试量度其他 又试试 试量SUV 那你就去量度,SUV 那你就看到的,移民部是有的 移民部真的有的 这么多看得到的,安省安省 哪里施高沙省,施高沙省 是的,SUV好了,是有这个项目的 接着,好了,看看你自己怎样切入 首先你有个生意 你有个生意 那个生意呢,你是有个生意的念头 你是呃于,要么没钱 要么就说我不需要资金的 但是我一个mentor 我一个businessmentor 和我step by step implement我的生意的 这个意思就医得我了 你不要说你有生意 你有个plan 那个plan都别人跟你作的 Kid me not 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的,多个人就给你的了 是的,基于那个什么生意计划 就衍生了一些职位 角色了 那就是优秀的位置了 喂,你什么背景啊? 别人包装你去那个项目而已 你这个项目已经是包装 包装项目 入纸的时候呢 没问题 不难的 到你见面的时候呢 是的,因为你拿那个support letter 不是那么难的 到你是申请移民那时候 才get involved with visa officer 测试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糟糕 有没有水份有没有骗人 是不是呢? 你前期只不知 你自己都知道 是的,你知道 有些不够实在 Exactly 那再看看那个封面 你知不知道? 你没可能知道的 你没可能知道的 是不是呢? 我个人参与 你除了写支票做什么参与? 所以当你以为 简单来说 你以为钱大了就糟糕了 是的,成本投入 OK,不要紧了 我知道三十五万加币 我能够起 OK OK 我失败 我失败 你别说了 是的 接着呢 三大保障 OK的 如果你找个正老的 他都给到你的话 那个感觉就是说 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觉得那个感觉 就是他可以 请君入口那样东西 有很多人给到你的感觉 就是被人卖了 有可能 这一点里面 你宁愿输就输这一点 为什么这个最后摆在第八呢? 感觉是最后的 我觉得是 但是感觉来说 最重要我觉得你唯一感觉的点 就是说 不要有一个僥倖的心理 因为你一开始第二、第三步 你已经知道有问题了 轮到第八步 你还感觉良好? 唯一一个解释就是 你有僥倖心理 还有钱大了 是的 以为钱大了 我听着有些人甚至说 如果你多给五万呢 我就可以什么? 我怕那样东西 因为当你钱大了 你以为那五万是 解释了你之前的七点 是呀 还有有些人可能说 哇 是呀 多瘟 我给得起 我给得起 我真是 他知道我读书很难 是的 或者我给得起 我可以不斟 我给得起 是不是很辛苦 是的 很辛苦的 被人笑你了 你读完master 做了这么多人的老板 你真的读书 你瘟了 是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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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感觉人家良好 是呀 是呀 所以我们时间有限了 只能量SUV 但是什么都可以量的 好呀 下次多点时间拿着这个 当然在Alfred那个 就是Ling1.ca那里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把尺 登了出来 大家上去 就拿把尺 又不用钱的 先用一下 暂时感觉挺好的 好呀 下个星期再见 多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伦多 Scrumge's Restaurant 大家好 Pepperwok 尼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产铁三角 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装饰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机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装保湿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 Ted Sir Engie 静太保险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新思科 细瓦省 Alene Joan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场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成功到困了 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难 每刻 总有支持 无分地画我 和明天一起每天 齐盼望 同寄望 分享这信念 无论地画隔了 终可再见面 规同着决意的理想 奔向飞前 心一起同行 不孤单一人 齐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万世都不留 荣光民主同行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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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